所以我是吉岸 是不是有警報給你還是 有警報給你 謝謝 OK好 對那我是氣管系畢業的余香 那我是目前是剛剛講的 我是目前是擔任19團隊的營運管理 好 那思考問題背後的意義這句話 大家可以 我最後再跟大家說 到底這句話到底有什麼意義 誒 有人爆汗了 這個可以跳過自我介紹已經過了 謝謝 那我距離大家遠一點好了 因為我現在還在感冒 還蠻嚴重的 那我等一下介紹我分享的這個順序呢 其實就是我會先分享一下 我在學校做了什麼 而且我出了社會之後 我又做了什麼 那希望這些粗淺的分享 可以對學弟們有一些幫助 好 那 還是我按嗎 好 是不是這個怎麼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那就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八八水災這個蠻嚴重的 那其實我從國中高中到大學 我對於志工這個東西 我是非常興趣 我一直想要投入社會的公益 那 在八八水災發生的當下 我就覺得說 我可能要跳出來 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那我就自己跟朋友組了一個20人的小隊 那我就去聯絡當地的組織 以及去安排交通等等 那我們下鄉到了台東那邊去做救災 那在這邊 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要和睦相處 因為 我找來這20個人 他們其實都不認識彼此 只有我認識每一個人 那我在一開始下去的時候 我就想說 如果大家因為大家脾氣上面磨合而導致說 沒辦法把一些救災的任務完成的話 那是對於救災是會有聯當的 所以我在火車上面的時候我想說 我來耍個白癡 之後 跟大家在那邊 social 就把那個熱鬧 就是吵得很熱鬧這樣子 因為台北到台東那火車真的是坐非常久 好幾個小時 所以我就那幾個小時 我就在那邊耍白癡 所以最後大家 真的有用 因為我們在這個下去的10天當中 大家彼此都沒有所謂很重大的摩擦 而且任務一直帶下來 大家就互相幫忙 雖然大家都不認識 對 那也許可能這個人會覺得說 我多做一點 他也覺得沒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和睦相處的 這個也讓我學校就是 非常重要 好 那下一個 就是我接下來在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氣管系都有一個 畢業專題的一個歷史 那我當下就是 有一次會議就是 嘉一名班的一個會議 那就是選出 選出一個總召 那我就是 大家在開會的時候 我就在睡覺 睡睡 我不反正莫名其妙就變成總召了這樣子 對 那之後 在這邊我學到一點就是說 一定要勇於認錯 因為我們那時候我也是找了將近 二十幾個人的小組 大家就是 要執行這個任務 那 就是有一個是美宣組的組長 當下我有一個 任務指派給他 他沒有完成 可是他又是一個很倔強的人 那 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 你又 這個事情沒有交代 就是沒有完成 你就很生氣去找他 但是 我問了他周遭了一些朋友 大家都說 應該不是一些 個人的問題 等等 那反正我就最後 就是一直 打破砂鍋問到底 就問他的 最很好的朋友 他說他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有什麼 誤會之類 他說原來 他家裡 有一些問題 那所以我當下就覺得 這樣不行 我誤會他了 所以我就 隔天我馬上拿起電話 我把他約出來 跟他說 就我有事情要跟你講 那當下我就跟他 他出來之後 我跟他舉了公 跟他說道歉 就是說 真的不好意思 就是我誤會你 因為我不知道 你有那麼多的事情 那之後我們 那一個東西也是 順利的產出了 對 那所以我覺得要 勇於認索 那下一個就是 934資工銀行 那時候 就是前面講到 88水災的時候 我看到了 資源 分配不平均 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說 我要用一個 網路的平台 去達到 物資以及 能力的媒合 那這個可以在 極難救助的時候 發生很大的一個幫助 那就 以新裝來說好了 就是現在可能 新裝我們這邊 淹水了 那可能需要 100代米 還有100個水電工 那可能綜合區的人 看到說 網路上看到 這邊有缺100代米 一個一個水電工 那我們那邊可能有 20代米 20個水電工 那我馬上就在網路上媒合了 那其實那個幫助是很大的 那所以我當下就是找了一些朋友 像台大 淡江 或者是福大同學 一起 幫我組建了一個網站 那我們也是有請到就是 人家 就是有一些媒體有來採訪 那其實是有 弄起來 一段時間的 但是 最後 但我們也是有擺攤 對 那一些文宣的設計等等 那我最後 學到一個重點就是 要位於籌繆 因為 我當下就覺得說 我一定要把它做起來 就是憑著一股熱血 但是我沒有想清楚 後續 沒有資金 你要怎麼營運 對那個金流非常的重要 而且 你還要想說 來幫你做的這些人 他們到底是 為什麼想要來幫助你 來完成這樣的計劃 你要知道他們要什麼 所以你在事前都要想得很清楚 所以我覺得位於籌繆的能力 真的是非常重要 那再來是我畢業之後我在幹嘛 那我又學到了什麼東西 好 那我就是 剛畢業的時候在等郎兵 那就是 學校這邊 就是問說 那個宇湘你要不要回來 幫 幫那個親補會 做一個志工大學的 專案的規劃 這樣子 我就說 好啊反正我也沒有事 在等郎兵 那這個活動 其實動用了 輔大這邊 很多行政單位人員 還有一堆志工 將近六七十個志工吧 我們籌劃了將近 兩三個月 那 在那個中美堂那邊 我們就是整個 中美堂外面就擺 就是一個園遊會 以及那個醫學院的一樓 那邊我們也有擺上志工的一些博覽會這樣子 反正就是 動用了非常多人 那在這邊 就是溝通協調 因為 我就是一個小菜鳥嘛 那我要怎麼樣去 跟大家說 我的規劃是這樣 你們要跟著我去走 因為那些都是前輩 都是一些在學校很久很久的一些 呃員工 那你要怎麼樣去溝通 去協調 而且 人數那麼多 我要怎麼樣確認 每一個指令 都是 到達 呃 就是 每一個環節都是可以 正常運作的 所以說 這六七十個人 我每次開那種籌備會的時候 我都會去問他們說 那個 你剛剛有聽懂我講的話嗎 那你覺得你應該是要做什麼 請他再重複一遍 我就是不厭其煩的去做這件事 那再來就是 到了這邊 就是 台灣PGA 我當了公關行銷 那時候就是 一個朋友 他在台灣PGA上班 他說我們秘書長已經離開了 那之後 你要不要來 來試試看看 結果面試 結果就上了 那我學到一件事 就是規律的重要 沒有 因為 在 接觸這個之前 我是沒有聽懂 就是高爾夫球 甚至幾個洞我也不知道 十八個洞很簡單 大家都覺得我是凡事 對 但是我去了之後 我就是 呃 覺得 當下我就很挫折 因為裡面的人 他們都懂 但是我什麼都不懂 那就要我來做行銷 對不對 所以我就是花了很多時間 去翻資料啊 有人沒的 而且重點是 那時候去 也沒有人帶我 我就自己一個 慢慢磨 每天加班 加到很晚很晚 那我可能要去拉贊助 跟人家談贊助 或者說我要去招待贊助商 那我還要當記者會的主持人 還要當晚夜的主持人 那我還要去規劃賽事 還有要聯絡所有的那種製作物的廠商等等 那這邊 就是讓我學到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就是 可能裡面一些小小的製作物 就每個洞 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像他這個價錢 也都不一樣 那我也要去研究說 到了這個球場 可能他那個 哪一洞是多少錢 可能是 比較有價值之類的 總之就是一個 非常 應該說是非常有趣的工作 雖然都沒有人帶我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 零記者會 好那目前的話 我也是跟朋友有籌組一個 就是和平志工團 對 那我是擔任總管事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 有做手工肥皂 來送去 各個 費力組織 或者社福團體 那我們每一周 都會去跟他們做互動 並且送他們肥皂 這樣子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有的是同理心的重要 所謂同理心就是 其實我們去做服務的時候 我們都會單方面的 會想要對人家好 但是我們 我在這個 之間我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沒有仔細的去思考說 我們這樣做 對他們到底有沒有用 或者他們到底想不想要 同理心 真的是要同理心 不管像做志工服務 或者是你做任何一件事 同理心 你只要達到了 基本上就成功一棒 那目前的話 就是我是19團隊 19團隊的營運長 那這是我們之前來 福大推行的時候 一件照片 這一位很高的 170幾 這個是我們另外一位創辦人 那這一位也是我們創辦人 對 介紹一下 就右邊那一位是我們的 吳宗哲 那左邊那一位就是 另外一位創辦人 陳一涵 對 他們兩個都是 台大 那其實 在這邊的話 他們其實不會像 我認識有一些朋友 他們可能是 點子很多 思考很快 還剩20秒 聽說我可以用 Q&A的5分鐘 對不對 謝謝 那之後 他們的點子 很快就想出來了 但是 呃 還有一個點就是 他們執行業很快 他們不是說我今天想到這件事 我就整天坐在辦公室 在那邊一直想說 呃 我這個策略要怎麼走 我可能要推行到哪個學校 他們不會 他們馬上想到之後 啪 那個電話拿起來 就是打給誰 或者說FB打開來 去聯絡誰 對 執行力真的非常重要 不要想說你就是 一直在那邊一直想 在那邊一直想 是沒有用的 對 那 大家想知道我們19團隊是在幹嘛的嗎 非常 欸大家知道嗎 有人不知道嗎 對 腳踏車我們提供 自行車給那個 各大校園 但是依據 不一樣 好像 就是 呃 像現在是 府大這邊好像有 出現一些那個 算是 一些誤會這樣子 對不對 我之前坐在這邊的時候 是 那朋友本身 就有一些學生 他們把他們之前 有些不一樣的 假設在學校 對 那邊的學校的還是 嗯 所以 有一些地方 還不一樣的 跟他的 處理的方式 對 因為 那這邊是比較 接近在我們 嗯 他的分享 然後 貝比 確定他這邊的狀況 但是 那邊可以先 全場的大學 他們那邊 有一個狀況 就在這邊 哦 了解 嗯 嗯 謝謝 好 那之後 我最後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 呃 在人生的每個部分 你就要認清自己的定位 像我自己我知道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知道我自己不聰明 但是 我很勇於發問 我只要 一遇到不懂了 我就出去問人家 管你會罵我還是怎麼樣 反正我就是 一定要 用到本位置 因為弄懂了 但東西就是我的 對 那再來就是你的定位 像我很清楚 我從以前到現在 我累積下來之後 我發現 呃 我比較適合整合資源 以及 像我剛剛說 我們那兩位創辦人 他們的思考 都不快 但是他們 彼此都會有衝突 就是 兩個人可能是 兩個人可能是 兩面 那我往往就是 屬於一個 做協調的 做一個論滑技的 工作 那 並且呢 我會 提出來的意見 又不行了 所以時間一直在 好 就是 我在這 一直在 我給我講 就是 在這中間呢 我也是 他們 提出意見之後 我會把他們具體化 細節化 把整個 計畫 做到一個 好 那之後去瞭解說 每一個資源 到底要怎麼運用 去比較 讓這個 讓他們想法 能夠更加完善的運行 這樣子 對 那再來我真的非常幸運 因為剛前面說到 我其實有遇到很多的 國伴跟主管 他們其實都 很願意包容我的 不重要 那重點就是 你只要肯努力 別人一定會看見 嗯 那下一檔 那送給大家兩句話 就是思考問題背後的意義 跟吃虧 就是占便宜 對 那像第一句的話 那這也是我的專題老師 送給我的一句話 他說 其實 你可以到馬路上走走看 你只要看到 今天 可能這個人 他 要搭計程車 可是他現在 忽然間叫不到車 對 那是不是 會不會有一個 服務出來 你馬上就是可以 手機拿出來 就可以叫到車子了 對 那其實 很多問題 你腐蝕即逝 那 說不定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是 就是一種商機 對 那第二個就是 吃貴就是占便宜 你只要 像我剛剛前面講說 我在高爾夫協會那邊 也許 都沒有人教我 那我也許 加班教到很晚 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 我覺得 你只要努力 去把那些東西學下來 那就是你的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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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還有 還有一番多的Q&A 有誰要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你這樣 有誰要嗎 有什麼問題 喔 有 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看你就是執行蠻多的 那你的自己的時間上 是怎麼樣規劃 怎麼樣分配 因為 協調這個東西其實要花很多時間 就是 就舉一個例子好了 之前有朋友問說 你FB市場在上 我說沒有啊 那這個就可以 你就可能 一天你就設定 10點到11點 大家尖峰時刻上的時候 你再上來更新訊息 那大家都在線上 你要跟他討論東西 馬上找二人找得到 那馬上就解決掉了 這是我自己的做法 但是大家可能 不是很好 對 大家就是看大家自己的安排 對這是一個 時間上面安排 就是你 我覺得 時間這種東西 你其實 就是 你只要想辦法去改變 應該是都有辦法去 安排得很普通 對不對 再來再來